继续再来看第三行 五十音图的第三行 它的名字叫做撒行 撒行 这个的话呢 就是辅音是 寫成S 这个音 由它和RUEO拼起来的一行 那我们先看 这五个假名的读音 整体先来学习一下 他们该怎么念 第一个就是撒 撒 刚才已经说了 福音S加上A 所以读作撒 撒 然后第二个 特别特别重要 第二个是一个特殊的发音 做一个重点的标记 它是一个特殊的读音 这个假名读作 西 西 这一行的这个音是特殊的 一定要注意 读作 西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 罗马音 就下面这些字母 是它的罗马音 有两种写法 可以写成SHI 也可以读成 也可以写作SI 但是不论是哪一种写法 它的发音都只能读作 西 你不能把它念成S 也不能念成S 对不对 你不能按拼音去读它 发音是 西 西 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好 接着第三个假名 就是 S和U 拼起来的 SU 所以读作S S 好的 这个读的时候呢 我们就注意了啊 因为日语中的这个 所有跟U拼起来的这个音 我说尽量不撅嘴 是不是 所以你发一个 U U这个音 然后在前面加上一个S 连起来就是 S S 这个音啊 虽然 嗯 听的时候 可能有点 感觉有点像S 或者有点像S 对不对 给人感觉像S和S 但是 如果我们读成这两个 这两个音就全部都是错的 不是S 也不是S 嗯 它的发音就是刚才说的啊 U 保持发U的音口型不变 加上一个S 再来跟我读一下 S S S 嗯 好的 自己要试着多读几遍啊 再来看第四个 S和A拼起来 读作 S S S 这个问题不大啊 最后一个 S和O一拼 S S OK吧 S 好 这一行啊 特殊的发音一定要注意啊 然后跟我再来读一下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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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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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 第二笔是这样,然后连起来的,这是印刷体。 如果是手写体的话呢,其实是会把下面连着的这个地方把它分开,手写体写成这样的。 所以和刚才那个key道理是一样的,写的时候,你在写字的时候写成手写体,书上印的时候是印刷体,两个都要认的,都是sah。 好,片暂名比较简单,看起来像是一个草字头,对吧? 但是呢,这个草字头的最后一笔是一个竖撇,比咱们汉语的草字头呢,略长一些。 好了,这个就是sah的写法。 看到吗?这个有一个动态的,动态的这个手写体,sah。 好,第二个甲名呢,就是读音比较特殊的这个,还记得读做什么吗? 嗯,s,对不对?s,嗯,然后写法比较简单啊,平甲名就是一笔写成的,平甲名是一笔写成的,片甲名的话呢,是三笔, 其实它长得就像是三点水,就像咱们汉字三点水的那个,片旁,读音是西。 好,接着来看第三个甲名,s,嗯,第三个甲名是s。 它的平甲名呢,是由两笔写成的,第一笔写一个长长的横,然后呢,第二笔竖着开始,从这儿,然后画下来,再绕圈,然后再这样下来。 好的,这两笔写出来呢,就是s,然后片甲名的话呢,也是两笔写成的啊,好的,这个就是s的写法。 这个其实特别好记啊,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甲名,有没有发现,就觉得它这个平甲名,嗯,长得其实挺可怕的,嗯,发挥想象力,它有没有感觉长得很像一个上吊的小人,对不对,那个头,圆圆的那个圈就好像是一个头在这里吊着,对不对,嗯,长得很像上吊小人,然后这个片甲名呢,你看平甲名在上面啊,在上面上吊啊, 然后片甲名写在下面,片甲名这个结构像不像是上吊的时候下面踩着一个小凳子的感觉,对不对,所以你就用这个恐怖的画面啊,来记s,嗯,这个甲名的写法,发音就很像是s,是吧,s,嗯,把这个记得啊,这是第三个甲名。 好,接着来看第四个甲名的写法,平甲名是一共三笔写成的,第一笔长长的横,然后第二笔,第三笔,这样写成的啊,然后这个片甲名的话呢,形状跟平甲名有点像, 但是变成两笔写成,长这个样子啊,然后我们看,它的平甲名也好,片甲名也好,这个形状是不是有点像一个汉字,就是世界的是, 很像是这个字,对不对,少了点什么东西似的,然后刚好呢,日语的世界的是这个字,它就读作是,嗯,是,它的读音呢,也就读作是,嗯,所以我们想,是,甲名该怎么写的时候,脑子里下反映一下,它长得很像世界的是,嗯,好,最后一个甲名,so, 这个so的话呢,从上到下一笔写成的,只有一笔,来看一下啊,这样,就感觉像,像你用字母来记,先写一个z,先写个字母z,然后笔不要停,连着再写一个z,从上到下,从头到尾,一笔写成的,这就是平甲名的so,然后这是一种写法,嗯,然后其实, 其实还有人写的时候会不太一样啊,有人写的时候会是这样的,他先写一点儿,然后再从那儿开始,这样连下来,两种写法都可以,都是可以的啊,都是so,嗯,然后便加名的话呢,两笔,就像是一个倒八字,一点儿,一撇,两笔写成的, 好了,这个五个甲名,嗯,三行的五个甲名,嗯,我们就分别介绍了一下写法,嗯,先回忆一下这个,三行,五个音,分别读做什么呢,五个音分别读做什么呢, 对不对,其中那个si要特别注意啊,好,然后我们来看几个单词啊,第一个,第一个是什么呢,其实是个人名啊, sasuke,对吧,佐助啊,佐助啊,佐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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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人名字啊,再来读一下,佐助,嗯,注意观察一下他这个声调, 好,好,零调词,刚才说过,零调词是什么含义呢,首音低,第一个甲名的声调低,之后呢,升上去,一直在上面,不用降下来,所以他读作,sasuke,sasuke, 火影里面的一个人物啊,佐助,sasuke,好,第二个词, 读作什么呢,sasuke,对吧,sasuke,寿司,寿司,寿司,日本料理里面特别有名的一种东西,对不对,就看这个图片啊,寿司,嗯, 但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寿司啊,其实最早是来自于中国的,它的种类特别多啊,然后手握寿司啊,什么寿司卷啊,等等,配料呢,也都不太一样, 海鲜的,肉的,蔬菜的,对不对,非常的多,但其实这个寿司的鼻祖啊,最早最早是出现在中国的, 嗯,然后,再仔细看一下寿司这两个字,我们要说的是寿这个字,寿这个字跟汉语其实长得不太一样的啊,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,嗯,下面不是个寸吗,寸的这一横,这个位置是要出头的,嗯,这个就是日语汉字和汉语汉字,有的是不一样的,对吧,寿字就这一笔不一样, 好了,寿司怎么说呢,好了,寿司怎么说呢,寿西,寿西,好,来看下一个词,西瓜, 就是西瓜,汉字就写成西瓜,读音就是,寿西瓜,寿西瓜,好,再来一个, 寿司,寿司,寿司,读音是,寿司,汉字写成虚,这个意思是, 谎言,谎话,寿司,好,四个单词呢,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啊, 然后,我们把这四个单词一起再来读一下,嗯,主要体会, 这个假名的发音,以及声调,跟我来读一下, Sasuke, Sasuke, Susi, Susi, Suika, Suika, Uso, Uso,好的,这是三行, 嗯,我们认读了这么四个单词, 那么,三行的日常问候语,我们看这么两句话, 第一句话呢,读音是,すみません,すみません,すみません, 就是对不起,道歉的时候用的, 其实它还可以用来表示,不好意思,嗯,就是当你要,想要打扰一下别人呀, 嗯,跟别人搭个话呀, 之前说一个,すみません,就是不好意思,打扰一下,嗯, 然后的话,第二句话是, サヨーナラ,再见的意思, サヨーナラ,嗯,好,日常的寒暄语,啊, 这两句话,咱们再来读一下, すみません,すみません, サヨーナラ,サヨーナラ, 好的,只需要先把这个发音记下来,就行了, 好,三行的五个音,读音,写法, 连同一些单词,我们就说到这儿, 最后把这五个音,再来读一下, サ, シ, ス, セ, ソ, サ, シ, ス, セ, ソ, サ, シ, ス, セ, ソ, 其中那个西,第二个音,第二个假名, 西,要特别特别注意,